话说的话 因为我在室外养花 要一直阴天 我注意点啥 其实我们也担心 那种一直阴天的天气 你像我们最注意的 就是什么通风 我们从花盆开始下功夫 又是很排水透气的那种 再一个我们用苗床 还有一个就是通风口 我们会 你看那边那一排 这么大个风扇 我们叫风机 你看那一排 十几个 我们要很注意这个通风环境 很注意这个排水透气性 你要注意这两个 第三个是呢 如果说长时间的阴天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打药 你如果说长时间的焖 这个棚里面的空气 就会很潮湿 那么它会上病菌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打一些杀菌药 一般我们就会用一些 像你们常用到的一些 只要是药物的 那个下方 那个环带 写的杀菌剂都可以用 最好是反复的 换药去用 什么多菌磷 百菌青 你调配着来 别用异种 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注意的第三个事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 在阴天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的不施肥 你像阴天 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很闷热的时候 我们都不施肥 没有光照 你给了它肥料 它会呕根 甚至说它不生长 它不吸收 你用了也白用 明白了吗 所以你要是看未来的天菌宝 你们要是二十多天都阴天 减少吃肥 加强通风 适当的用药 停止浇水 如果在室外的话 尽量的 尽量的就不要让 那个雨水再灌到里面了 明白了吗 要不然也是一个噩梦的 希望能帮助到年花用 好了 希望大家养的花嘛 都是健健康康的 我是老花一 然后最在一 记关注啊 白了抽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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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